第551章又见小数人,和明堂傻了,他哪里做过这么快的吊舟? 处夕间,吊舟已经直上云层,破空穿行。 韩非道,和老师别急,你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出事的? 和明堂摇头,不知,只说好像是小于他们私自前往的。 第一学院的老师很快就发现了,第一时间派人回了镇里, 然后立刻就派人通知了距离最近的几个村村长前往救援。 韩非皱起眉头,三个时辰,夏小禅忽然道,是和小于他们刚下去, 他们老师就发现了吗?和明堂,好像是这样, 安排人回去叫人之后,那个老师好像也下去了。 夏小禅看向韩非,我们当时在下面待了多久。 韩非皱起眉头,似乎时间不长,关键是不知道他们从哪边下去的, 得绕着走一圈才知道。 风神舟的速度快得惊人,全力催动之下,只用了一个时辰不到就到了。 韩非到的时候,就看见一群学生在深海丛林外围,其中没有一个认识的。 韩非掉舟的突然出现,吓了所有人都是一跳。 有人当即就认出,韩,韩非,夏小禅,韩非并不废话,而是直接问道,他们在哪消失的。 立刻有人道,就在前面,五十里左右,刷,风神舟一闪而逝,只在众人眼中留下了一道红影。 等韩非他们走后,才有人傻傻道,韩非他们,不是在三级渔场吗? 有人愣道,那是什么吊舟,好快,有人惊喜道,听说韩非他们曾经闯过深海丛林,并能将他们救出来的。 根本都不需要用吊舟去赶支,韩非赶支全开,直接就能探底。 到了五十里外,韩非就发现了这里有战斗痕迹,也有人陨落。 不过,并没有发现和小鱼的和其他人的身影。 而且,这里是当初靠近沙残领域的那片区域。 真要从这个地方下去,还真的挺危险的。 只见风神舟在深海从林上方穿来穿去,仅仅只用了百息时间,就在海柳树边发现了这些人。 看见这些人的时候,韩非哭笑不得,一群人中,还有几个熟面孔,有王白鱼,夏无双,另外就是向左左,还有那个林生木,苏叶白。 这会儿,几个人似乎比较狼狈,向左左举着锤子,正在对抗木鱼的轰鸣之声。 林生木乙一片林金党在众人身前,苏叶白正在尝试去拽取海柳树上的果子。 韩非顿时松了口气道,何老师,没事,在下面呢。 何明堂顿时愣道,啊,你在这就知道了。 驾小禅笑道,一点是都没有,在战斗呢,还挺厉害的,是不是啊?韩非。 驾小禅说话,颇有几分调侃的意思。 实际上,何小禅这会在水下如同一只灵巧的精灵一般,以极快的速度,躲避着那些朝他卷去的木鱼舌头。 在何小禅的手里,抓着两只匕首,正在大柳树间回旋。 苏叶白只是辅助何小禅荡开那些舌头,方便何小禅抓取木鱼果而已。 韩非干笑了两声,何小禅用的正是108道西灵战体,全套的。 唯一让韩非不太明白的是,何小禅什么时候就变成猎杀者了。 韩非道,竟然给他们摘到了三枚。 驾小禅道,你别瞧不起人家,毕竟,人家现在是锤吊者,终极的,拿不到才奇怪。 何明堂疾道,下面到底什么情况啊这是,你们怎么一点都不急啊? 却听韩非道,何老师,您就别担心了。 下面有三名终极锤吊者坐镇呢,你还怕小鱼会出事儿。 锤吊者,东,海面都震动了一下,何明堂被震得一跳,不过也长出了口气,锤吊者坐镇,那还求什么救啊。 真是吓死我了,韩非道,可能是有人先到了吧,我们就在上面等等吧,必要的时候,我会出手的。 这会儿,韩非跟夏小禅相识一眼,他们都想起了一个小树人,当时,他们还试图攻击过那个小树人,还得亏人家没怎么还手。 然后,文人语及时赶到,才让他们抢了五枚木铃果上来。 此刻,何小鱼他们已经抢了三枚了,小树人竟然没出来。 夏小禅,要不,我下去找找,韩非点头,嗯,行,你下去先看看,我在上面找找看,看能不能找到,何明堂,你们要找什么。 韩非道,在这片水域,有一只特殊的森林,只要那只森林不出来,以何小鱼他们的实力就没事。 不过,我觉得他快出来了,特殊森林,水下,将左左怒道,该死,这些木鱼太烦人了。 苏叶白,有没办法控制住,苏叶白传音,太密集了,而且,从刚刚开始,这轰鸣的力量变强了,就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控制着这些树一样。 林生木,你们快点,虽然我们现在已经是锤吊者了,但是我的灵气可不够你们这么多人消耗的。 林生木又传音,何小鱼,你身子灵活,跟向左左一起,他破开攻击后,你第一时间抓去木铃果。 下无双此刻正挥剑斩四方,为,斩不到了啊。 这树是不是有灵,王白鱼迟钝,强行护助自己跟林生木,不经道,早知道我就修炼刀剑术了。 剑在割这儿,一点用都没有,何小鱼此刻正站在向左左的大锤上,整个人窜了出去。 他在无数藤蔓中挪移扭动,伸手抓向一枚发光的木铃果。 抓到了,何小鱼忽然面色一喜,一刀斩断了一根柳之后,就准备返回。 可刚等他退出去数十米,忽然间脑袋像是砸了一样的疼痛,接着整个人就被摔飞了出去。 只听向左左大喝道,不好,有东西。 向左左刚喊完,正在操控着蛛丝的苏叶白,就被一根藤条瞬间抽飞了出去,整个人在地上滚了几十圈。 向左左举着水锤,数十米大的锤影,迎着那抽过来的枯藤杂趣。 砰,向左左整个人都飞了出去,在水里翻了好几圈。 同一时间,临生目,下无双,王白鱼几人也纷纷被抽飞。 一道声音忽然传入众人耳朵,够了,不准再去。 可小鱼愣着脑袋,蹊跷流血,什么东西在说话。 当他看见一个小树人从海底地下冒出来后,顿时就傻眼了,会说话的树人。 向左左那个暴裂性子,管他什么东西呢? 只觉得自己堂堂垂吊者,难道还能输在二级雨场? 啪,哭藤破空,再次将狂暴地向左左抽退,不准再来。 然而,没有一个人听,粗叶白蛛丝缠绕,临生目给下小蝉和下无双附了一层灵甲。 这俩人同时朝着小树人杀去,啪,一根枯藤斗然间出现,直接卷住俩人。 战斗败得如此之快,临生目连忙道,这位前辈,有话好好说,我们走便是。 然而,小树人却不搭,反而抬头看向上方。 一道金色泉印从天而降,啪,啪,啪,连续三边,泉印才破灭。 可紧跟着,就是数十道泉印砸了下来。 不过,同一时间,海水中便换出数一百计的枯藤,纷纷抽象这些犬印。 小树人自然也就没功夫去管何小鱼和下无双了,反而是疑惑道,是你。 你又来了。 当韩非的身影出现在水下的时候,何小鱼都惊呆了。 何小鱼惊喜道,韩非,下无双,你们怎么在这? 我,做梦了吧? 将左左看见韩非,问了半天,你,回来了。 苏叶白和林生木跟韩非不熟,只是象征性地点了点头,这会儿他们早已不是韩非对手,却也不想去抱大腿。 特别是韩非在三级渔场闹出那么多动静之后,他们心里很清楚,韩非要杀他们,恐怕跟完似的。 小树人,人类,你不该来。 韩非笑道,木铃果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,他们六个人才四枚,你再给两枚。 小树人忽然反手抽击,却见夏小蝉的身影一闪。 紧跟着,夏小蝉牵击树施展,眨眼间就将小树人穿成了筛子。 当夏小蝉停止攻击之后,却见地面上哭腾扭转,小树人竟安然无恙地重新出现。 这一幕,看得和小鱼等人一连猛。 夏小蝉刚才那是什么速度,这么强的小树人,眨眼间给就打崩了身体。 小树人看向夏小蝉,人类,不要逼我动手。 韩非眯着眼睛道,动手又如何,第552章有个架要打一下。 小树人不知道是何种生灵,见韩非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,也就没再出声提醒。 韩非只感觉心头一记,直接喝道,都退开。 却见是一道哭疼,陡然间出现在韩非身前。 韩非以无敌数轰出,连续出了八拳,才堪堪挡住。 可第二道藤蔓已经又来到了,这时候,韩非王霸旋咒加身,无敌数再出。 可结果依旧,再次被轰退数十米,夏小蝉在闪烁着红光攻击,可在速度上竟然比不过小树人,也被抽飞。 韩非悍然,王霸旋咒用上,也打不过吗? 韩非眸中一冷,全上红光赤裂,恐怖的力量让海水都为之震颤,再来。 折身拳印一出,数十米大的拳印在海水中如同年龙过境,脚下泥土纷纷炸开,恐怖的微能席卷方圆百米。 小树人没有任何表情地甩出藤蔓,这一次就不再是细疼了,而是粗达十米的枯藤。 轰猛龙,海面上,和明堂正在焦急地等待,然后就感觉海水都鼓了起来。 那些等待在深海丛林外围的第一学院学生,纷纷惊奇。 发生什么事了,好像是水下发生的,如此剧烈的震动,难道下面出事了? 水下,何小鱼等人直接就被震飞了出去,这战斗已经不是他们能看到了的了。 韩非再次往后滑行了数十米,不过,这一次那小树人也往后滑行了数十米。 下小鱼准备再次攻击的时候,韩非传音道,别打了。 韩非依旧觉得心计,他猜想,如果再打下去,恐怕还是不会占到什么便宜。 韩非看向小树人,你为何会出现在二级鱼场? 小树人,无需多问,自行退去。 韩非嘴角翘起,五眉目灵果。 小树人沉吟了片刻,你已经吃过了。 韩非皮道,我有几个湿地。 小树人放下藤条一样的手来,顿了片刻,下次再来,就没有了。 说完,五眉目灵果,就飞到了韩非的面前。 韩非咧嘴笑道,喂,什么时候,我可以再来。 小树人一顿,看向韩非,看得韩非有点头皮发麻。 韩非耸肩,好吗,好吗? 我走,我走还不行吗? 完了,韩非看了何小鱼挤人一眼,随手丢过去两眉目灵果,还愣着干嘛? 上去啊,嘴面上,何小鱼看见何明堂的时候,满脸的错愕,爹,你怎么来了? 只见何明堂伸出手指,抵在何小鱼脑门上,你啊,你越来越疯了你,什么地方危险,你往地方跑。 人家都求救去了,要不然你以为你爹我来干嘛? 何小鱼姿着大白牙道,爹,这不是没事吗? 完了,何小鱼看向韩非,还偷偷偏了眼下小蝉,笑容满面道,韩非,你什么时候回来的? 韩非耸肩,我回来有一阵了,何老师早就知道了,只是你现在不太回天水村了而已。 说完,韩非看向左左他们仨,韩非,一个战魂师,一个巨灵师,一个操控师,李寒义呢? 你们但凡来个范围性攻击兵甲师,早就把果子摘了,那小数人估计都不会出来,众人无语,李寒义为什么没来你自己心里没点数吗? 下小蝉补刀,锤吊者的脸给丢光了,向左左怒道,哪里就丢光了,明明就是纳木鱼太凡人,不然我早就抢来了。 韩非采懒的搭理向左左,而是跟下无双碰了碰,笑道,回学校,还是回村? 下无双,回村,回村,难得一见,晚上搓一顿。 这是一次有惊无险的历练,最担惊受怕的就是何明堂了。 只不过,现在姑娘的实力都超过自己了,她也拿着没办法。 晚上,就是在种植园随便搞了一顿,饭桌上,何小鱼道,听说你们在三级鱼场。 闹出大事了,韩非疑惑,三级鱼场的事,这里怎么会知道? 下无双笑道,你忘了,我们今儿是跟谁一起历练的了。 据说,你们闹的动静可不小,可,我就想问一下,你们现在啥境界? 只见王白鱼,下无双还有何小鱼三人目光炯炯,都特么能干悬吊者了。 这已经超过了他们的想象,他们私下里谈论过, 韩非这会儿恐怕已经到了悬吊者境界。 韩非笑道,还是垂吊者,哭,只见三人纷纷松了口气, 这就好,否则特么得吓死人了。 不过,即便是垂吊者,也足够惊人了,一看就比像左左他们厉害得多。 韩非,以后别去深海丛林了,那里有古怪。 驾小蝉看向韩非,你们打架的时候,我去找了一下,没发现有什么怪异。 韩非道,说明我们实力还不够。 驾小蝉点头,吃菜,他跟何小鱼他们是完全不熟的,而且,他有点不适应。 这一个月的生活,他道歉都没能适应。 他觉得自己还是喜欢学校的生活,人少,就那么几个人,大家还很熟。 这顿饭吃得很平淡,也很诡异。 可小鱼跟夏小蝉是从头到尾没搭过话的,和小鱼不识地会批韩非, 而跟韩非出了酒的夏小蝉都看在眼里呢,饭桌下一只脚踩在韩非脚上。 韩非那叫一个苦啊,我们特么是纯洁的友谊啊。 一顿饭吃饱喝足,韩非热情地送众人离开。 可小鱼忽然道,韩非,三十六镇交流赛,你们会去的吧? 什么,什么赛,王白鱼,不一定,他们去跟谁打。 可小鱼,到时候,我们也会跟着去的,到时候见。 韩非一脸猛逼地将几人送走,回头道,好像郑和郑之间,举行了什么切磋比赛。 夏小蝉对这个不关心,而是看着韩非道,何小鱼喜欢你。 韩非眉头一挑,你又知道了,夏小蝉连连点头,吃一顿饭,他瞄了你两百零一眼。 韩非哭笑不得道,这个你也恕啊。 夏小蝉眯着眼看向韩非,是你自己说的。 谈恋爱以后不可以亲别人,也不能跟别人生小孩。 韩非哈哈大笑,准备把夏小蝉逮过来,狠狠亲上一口。 只可惜,夏小蝉一个闪烁,就坐在了屋顶上,不能老给你亲,你会吐舌头。 韩非,晚上,韩非没有修炼,而睡满足地睡了一觉。 早上起来,准备做早饭的时候,韩非刚出门,就看见文人语正坐在桌子前。 一手撑着下巴,一边看着太阳,韩非错愕道,文人老师,文人语回头笑看着韩非,哟,这不是韩非同学吗? 听说你回来一个月了都,韩非顿时抬头看天,啊,那个啥,文人老师,我这是心有所悟,准备放松两天,体悟一下这美妙的世界,感受天道气息。 啪,韩非脑袋上顿时就挨了一巴掌,我让你美妙的世界,让你天道的气息。 说完,文人语忽然眼睛偏向种植园的方向,夏小禅,你溜什么溜,你能溜哪儿去? 夏小禅滋着牙从种植园里走了出来,文人老师,你来了? 文人语眼神一横,我不来,你们是不是就上天了? 夏小禅连忙道,文人老师,我们正准备今天就回去呢,韩非,对对对,要不是昨天有事耽搁了,我们昨天就回去了。 文人语一副你们继续编的样子,所以,你们现在这是,同居了,扑,韩非当即道,怎么可能,我们只是在这里清休几日,夏小禅一脸迷茫,同居,才同居一个月啊,韩非顿时传音道,笨蛋,同居是睡在一起。 啊,夏小禅连忙解释道,没睡,没睡。 完了,夏小禅还给韩非喘音,你怎么不早点跟我说? 韩非心说,哪知道你那么耿直啊? 文人语咔了一声,回学校,上课,头一次听说上课还是老师出来找学生的,人家恶人狂半个月之前就回去了,韩非一愣,问道,老师,既然你都知道我们回来了,可现在才叫我们回去,是不是有什么事? 但是,说着,文人语还嫌弃道,要不然,你们以为我愿意跑过来。 有个战斗,需要你们去打一下,第553章关于36镇交流赛。 澳图学院外的种植园,经过近一年时间的孕养,草木更加繁盛,蜘蛛似乎长大了一倍。 围绕着种植园,是一排排金黄色的小麦。 不过,那小麦长的跟玉米树一样,粗大,颗粒饱满,韩非觉得只要砍下一根,就能包一顿饺子了。 大聚灵阵效果有此体现,这还只是韩非自己布下的聚灵阵效果。 如果换成龙船上那种万阵聚灵的效果,恐怕这里的灵气,会浓郁得低出水来。 韩非,屈近南根林渊不在,文仁宇淡淡道,打竞技场去了,夏小禅亚异,还没打完吗? 听到夏小禅这话,文仁宇顿时脸一黑,他们只有两个人,只能打单人赛,难度要更大。 对打竞技场这种事情,韩非现在毫无情绪,他好奇道,文仁老师,我们回来打什么架啊? 在三级雨场,已经打得够多了,文仁宇哼了一声,这回简单,就走个过场。 倒是三级雨场,你们着实惹了不少麻烦,还害得你们无面师叔给你们擦屁股。 韩非呲牙道,无面师叔抢了我们五十个亿。 哦不,七十个亿,文仁脚下一顿,不可思议惊叫了一声,多少。 韩非和夏小禅相识一眼,七,七十一啊,砰,就看见韩非化作一道完美的弧度,飞进了学校。 正巧赶回来的屈近南和林渊俩人,距离老远就看见了这一幕。 却竟然错愕,那个,是韩非师兄吧,林渊咽了口唾沫点点头道,好像是。 不,肯定是,砰,刚飞进学校的韩非,接着又变成了一条完美的弧度,从学校里飞了出来。 见到文仁宇的吊杆又挥了出来,韩非大怒,喂。 有你们这当老师的吗?打乒乓球呢? 韩非又给抽学校里去了,这回没有飞出来,不过这一幕看得夏小禅第一时间就闪跑了。 一边跑,夏小禅还一边吐着舌头,还大喊道,不关我的事,我是无辜的。 哼,学校内,韩非正道挂在树干上,一脸悲愤道,白老头,你这就过分了啊。 都是一家人,有本事你跟无面师叔去要啊。 你跟我撒什么气,白老头正站在韩非面前,目光中尽是凶狠,要是无面那得混蛋给钱,我们学校还能穷成这个样子。 韩非愣道,哎,不是,无面师叔不是咱暴徒学院的人吗? 为学校出力,这不是他应该做的吗? 肖战不知道何时出现了,笑呵呵道,那家伙,要钱自然有用,不过你们全给他这的确过了。 哪怕是师叔,可你们又没见过,不会留点耳心眼吗? 韩非怒道,这可不怪你们,啥东西都不给,护身账没有,不死硬不给。 那我们可不得买吗?那一买,不全是钱吗? 韩非脚上一点,翻身下树,好奇道,无面师叔要那么多钱干嘛? 他为什么第一时间不跟我们相认,要不是小白猜出来,他指定都不会跟我们讲。 白老头哼了一声,不该管的事情不用你们管。 不过,你们也不亏,无面给你们的好处不小。 韩非疑惑,不死硬吗?一人一道不死硬,就值那么多钱。 白老头斜眼看了眼韩非,没给你们起灵夜。 韩非眉头一挑,给了啊,一共3315斤,我清楚地记得,我们用钱换来的。 交战拍了拍韩非肩膀,钱换不到起灵夜。 韩非,下小禅这会从树上冒了出来,不打了吗? 不打我就出来了。 略人狂,张玄玉,洛小白三人屁颠地从学校深处跑了过来。 略人狂,你们可终于回来了。 韩非错愕,不是,你们速度这么快吗? 这就都回来了。 韩非可听闻人与说白老头去接的张玄玉跟洛小白,正未免也接得太快了吧。 洛小白淡淡道,我们夜里回来的。 张玄玉笑道,飞啊,听说你们俩,张玄玉跟韩非眨巴着眼睛,被韩非一脚给踹开了去,滚滚滚,别整天瞎扯。 去济南和凌渊也跟着闻人鱼跑了回来。 见到韩非连忙道,师兄,师姐。 韩非回头一看,高级大吊师了,去济南,还得多谢韩非师兄之前的教导。 韩非白手,跟我没什么关系,是你们自己努力。 韩非又挥手道,瞧你说的,生分。 跟师兄客气什么,来,这次回来,师兄给你们带了礼物,去济南和凌渊相识一眼,还有礼物。 说着,韩非搂着去济南道,走走走,师兄带你们去山上看,防止被某些人给抢了去。 却听白老头悠悠道,从明天早上开始,都给我上课。 文人语,准备准备,可以吃午饭了,听说黄雪海参的味道不错,韩非。 回到学校之后,众人一下子就轻松了下来,借意两个字在众人心头滋生。 韩非,恶人狂,曲济南,凌渊四个人正在露天厨房在干活。 韩非也不试验,给曲济南和凌渊俩人丢了好几十把夏品灵器。 对韩非来说,夏品灵器不值钱,但那也是相对的。 毕竟,在三级渔场有好狠人也还是用着法宝之流。 韩非觉得,自己比白老头他们大方多了,当初,去三级渔场的时候,他扣扣锁锁地就掏出几枚吞海贝和几柄夏品灵器。 此刻,韩非嘴里道,今天,我灵感如鸟崩,又想出了一道新菜,叫做多焦大鱼头,恶人狂立刻放下手中火迹,创新吗? 我丑丑,夏小禅道,你做什么,我吃什么? 张璇玉,随便,话说,让我们现在去打三十六阵交流赛,会不会有点欺负人? 众人给临时叫了回来,显然就是为了应付这个比赛的,但包括韩非都不明白,为什么要打这个比赛。 以前,听闻白老头他们吹牛说,暴徒学院横扫三十六阵,打穿千辛城,只觉得牛批的一塌糊涂。 结果现在,千辛城的人也打了,龙船也抢了,悬吊者也干了,南部城连同等院校的那些学生都干不过。 洛小白,应该不止打比赛这简单,当然不止这么简单,交战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了过来,还凑到韩非面前,看了看鱼头,然后才到,这种交流比赛,对你们现在来说,自然是没什么难度的。 但是这比赛,却是通往不可知之地的关键。 嗯,就连韩非都不禁放下了刀,通往不可知之地。 洛小白,打赢了可以去,交战摇头,准确来说,去参加比赛的,阿诚都可以去不可知之地。 韩非无语,那还要比什么赛,大家都去了,那就直接去败。 交战笑道,当大爷和当孙子,你要当哪个? 韩非想都不带想的,那当然是当大爷了,为人攻着多好啊。 交战道,所以,排名的强弱,干系到你们去了那边以后处于什么样的位置。 你们现在还觉得这比赛没有意义吗? 下小禅,不可知之地,要分成三六九等的身份吗? 为人狂,就是,为什么听起来的感觉不太好。 张玄玉,老师,这不可知之地到底是什么地方啊? 能提前透露透露不,去济南和凌渊也都竖起了耳朵。 他们连三级雨场都还没去呢,不可知之地暂时就更没机会了解了。 但是,谁都不免好奇,一直都听闻不可知之地的名气,可半点传闻都听不着,多恼人啊。 交战笑道,急什么? 你们以为,现在说去就能去了,比赛要一个月后才会开始,所以我们从明天开始上课。 比赛过程,可能会有点无聊,但是你们全当过去游玩了一圈。 再后,需要尽可能地提升自己的实力,所以,还有大约半年的上课时间,之后,才会统一前往,肖战这算是给众人透了个底。 比赛的真实目的,只是为了分配到好点的身份。 什么样的身份,为什么还需要三十六阵的天骄去争? 第554章你要像韩飞一样不要脸。 吃隔一年,再睡树屋,让韩飞觉得无比的舒爽。 正所谓,一时睡觉一时爽,一直睡觉一直爽。 韩飞五个人除了洛小白之外,全都是被肖战揪出树屋的。 而且,肖战他们教导屈靖南和凌渊的方式,和韩飞他们当时不同,似乎是因人失教。 这会儿,屈靖南、凌渊和他们一起坐草地上,听肖战吹鱼。 呃,讲课,肖战道,你们知道,为什么自打你们进入暴徒学院之后,我们就没对你们进行任何规范性的失教吗? 韩飞嘀咕,懒败,肖战脸一横,韩飞,站起来听课,别给我嬉皮笑脸的。 韩飞,在六个人当中,抓一个坏学生简直太轻松了。 韩飞就是个出头鸟,别人都坐着,他站着。 肖战满意地继续讲道,按理说,学校和老师存在的意义就是传道, 受益解惑。但是,你们不是普通人,按照这种叫法,迟早会把你们给教坏了。 所以,我们对你们的都只是引导,去探索,历练,战斗,领悟。 最后,再帮你们归纳,整合,交战巴拉了好一阵子,才悠悠道,就目前看来, 你们的修行之路,算是坎坷,但也算顺畅。 在你们去三级渔场之前,我跟你们文人老师和校长就讨论过,要不要给你们足够的庇护。 给了,你们不容易死,但有可能就失掉了那颗进取的心,会想着反正我死不掉。 结果,你们看到了,这就是为什么千星成七大宗门被你们按在海面上摩擦的原因。 张璇玉道,老师,那你们这也太随便了。 我那会儿刚进三级渔场,就被人给逮了,要不是我机灵,这会儿可就回不来了。 肖战冷眼一瞥,张璇玉,站起来听课,上课不能乱插嘴知道吗? 张璇玉,韩非又多了一个道友,不禁投去一个安慰的眼神。 肖战冷笑,战绩,咱们不缺,现在你们应该更不缺了。 但是,你们有没有发现,战绩这个东西,有什么问题? 到了提问环节,若小白帅先回答道,在三级渔场有太多人,太多千奇百怪的战绩了。 但大部分除了开始的时候能出其不意,第二次施展,就很容易被别人破解。 架小禅也答道,只要你够强,别人就算知道你拥有什么战绩,也没用。 韩非跟着说道,我发现,只要战绩等级够高,就可以很强。 就看见肖战吊杆一甩,也不知道从弄个哪儿勾过来一个数十吨的石头,直接往韩非脑袋上砸去,给我扛着听课。 韩非无语,不是,老师你明明是在针对我。 张玄玉此刻闭着嘴,争取不说一句话,他可不想扛着上万斤的巨石听课,这特么也怪丢人的。 去济南和林渊不禁往韩非旁边挪开了一点,生怕韩非把石头给丢下来,砸他们脑袋上。 交战两只眼睛都快瞪到韩非脸上了,我来告诉你们,在垂掉这境界的时候,你们尚且会感觉战绩这东西杂羞也无所谓。 但是,你们既然跟千辛城的人打过交道,就一定会发现,这些人都是针对性的修行。 很多以前不错的战绩,在成长过程中,就会不断被摒弃,直到你们寻找到适合自己的战绩。 略人狂,对对对,我发现我的吞天术就不错,这战绩是适合我。 交战一脚就踹了过去,给我站起来听课。 呵,你一个兵甲师,兵甲树吃透了吗?你那吞天术,遇到灵活的猎杀者,如下小禅这种,站那儿就能给你捅破楼。 至此,韩非的道友又多了一个,略人狂弱弱道,那岂不是说,我们修炼那么多战绩,都白修了。 交战摇头,当然不是,当你们还处于垂掉者境界的时候,战绩是越多越好。 只要你们能吃得透,就给我多吃,吃到你们完全撑不下为止。 但是,越往后,你们就越要开始简化,简化到一树可破万法最佳。 张璇玉嘀咕,老师,哪有那么简单,我走的就是这条路,怒海九迭浪后面我都没想好该怎么继续演化。 肖战冷笑一声,那是因为你涉猎的战绩太少。 九冬树之极了,你不会皈依试试。 张璇玉道,我是过了啊,皈依以后,不论是持久,还是力量,都不如怒海九迭浪。 肖战,明天开始你来跟我对战。 张璇玉眼睛一亮,好了。 韩非眼睛也亮起来道,老师,我呢? 你看我能不能皈依一下,我有刀法,还有拳术,你看我能不能弄个拳刀出来。 骆小白等人不禁撇过头去,因为又一块巨石飞了过来。 肖战无语,你咋不上天呢? 拳就是拳,刀就是刀,你走得练体流,进身战计你本就该多学,你只需要将同一类的悟到最强即可。 别整天想这些乱七八糟的。 肖战点名道,别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在三级渔场做了什么,现在我一一点名。 点过之后,挨个的去找校长或者文人老师报道。 却听校长道,首先,就是韩非,你体魄最强,最该走的就是刚猛路子。 但考虑到你还有具灵师的身份在,精修刀剑法门也是应当。 但是你太浮躁,每一道战绩都没精修。 虽然你不弱,但你没到最强,现在你好像是很强,强到好像没有对手,但如果你不改变,终有一天会为此付出代价。 好了,你反思一个时辰,然后找校长报道。 韩非,完了,肖战依依点评,略人狂,你体魄不弱,战绩也不少,但路子走窄了。 兵甲师理应是所有人中最能打的一个,你不是。 你缺少进身战的本领,半个月后找我报道,这半个月,给我去藏书楼找五本兵甲师进战战绩给学了。 张玄玉,你的攻击太过单一,战魂师战绩你全都融在了你的自创战绩内。 但是并没有达到一加一等于二的效果,说明你推演顿悟不够坚决。 还有,你的灵魂力量用的也不够,缺乏攻击手段。 明天来找我,驾小禅,你的特点是快,这理论速度你是最快的。 按理说你攻击不弱,反应也快,隐身效果也好。 但是,你缺乏一门爆裂到极致的攻击性战绩。 所以,当遇到真正的顶级天才,或者韩非这种炼体的天才,你的攻击就会显得捉襟见肘。 待会儿,去找文人与老师报道,骆小白,你的天赋在于冷静,具有极强的判断力,在团队战斗中很有优势,很容易掌控全局。 但是,孤身战的时候,你缺乏有效的战斗手段,你所凭借的都是灵直的出其不意。 一旦有人不怕这个,你就非常危险了,待会儿,跟下小禅一起去找文人与老师。 骁战在点评的时候,语速很快,这让韩非很是诧异。 一年都没看见自己几人,骁战却能轻松点评出个人的优缺点出来,这老小子该不会偷偷跑去三级渔场看了吧。 骁战还顺道补充了一下,说到这,我就顺便点评一下去金南和凌渊。 先说凌渊,走得跟乐人狂完全是两个兵甲师的路子。 可是,凌渊的兵甲树太杂,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一个方向。 以后,每天跟乐人狂战斗三个时辰,少一刻就不准吃饭。 再说去金南,你这孩子太没心机了,也没手腕,太过善良。 这样绝对不行,你要跟韩非学习,什么时候,你能跟他一样不要脸,你才可以出师。 扑,韩非莫名躺枪,顿时熬道,老师,你这个就过分了吧。 我也没有心机,我淳朴,您别在家石头了,不然我扛不住了。 肖战满意的点头道,对,记住了,好好待待你这个师弟,这方面你比较有经验。 还有,得激发一下他的凶性,去金南傻眼,这,这刻上的,如此别出心裁吗? 第555章被玩坏的师弟师妹。 上课的时间并不长,正如肖战所说,他做了引导,然后就让众人自己去体悟了。 临走前,还叮嘱韩非,站完一个时辰。 越人狂这个没意气的,把石头丢在韩非身上,就往藏书楼跑去了,说是去找近战兵甲术研究学习。 夏小禅和洛小白俩人相约去找了文仁宇,估计待会儿免不了动手考验。 张璇欲这混蛋,屁颠屁颠的都没等到明天,就跟着肖战溜了,说是要讨论一下规矣战法。 只有屈近南和凌渊两个人没有安排,这俩人早上刚刚去打完竞技场回来,这会儿走也不是,不走也不是。 正当俩人交换了个眼神,准备溜走的时候。 韩非悠悠道,屈近南,屈近南连忙把身体蹦的笔直,是,师兄。 韩非,今天打架是打赢了,还是打输了? 屈近南连忙道,赢了,韩非眼皮一挑,哦,这是赢了第几场了? 屈近南,赢了第68场了。 韩非看向凌渊,你呢?凌渊错了一下,然后道,韩非师兄,我跟他一样,也是刚打赢了第68场。 韩非眼珠子一转,那个,你们知道六门海星在哪儿吗?凌渊道,他在肖战老师的牛螺坑呢? 韩非一愣,我说怎么到现在都没见过他,他跑牛螺坑干嘛去了啊? 凌渊也有点想不通,好像是跟牛螺交朋友去了。 凌渊无语,这货怎么跑去跟食物交朋友了? 凌渊饿了一声,忽然道,我问你们俩,你们知道自己为什么到现在才打赢68场吗? 凌渊道,因为对手经常变换,各种手段我们都需要小心应对。 韩非摇头,不对,屈静男你说,屈静男心想,我跟凌渊的答案差不多啊。 不过,师兄既然这么问了,肯定是想自己答出别的答案。 听肖战老师分析,韩非师兄很不要脸,那么夸夸他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。 去静男顿时道,因为我们没有师兄优秀,哦,韩非难得老脸一红,心说,这孩子怎么尽说大实话。 韩非脸色一板,不,是因为你们的压力不够。 知道吗,有压力,才有动力,有动力,才会去专研探索,然后才会变得优秀。 你说师兄说的对不对,屈静男想了半天,看了凌渊一眼。 对,爸,韩非一喜道,好,站好了,师兄我给你们一点压力。 接着,于是乎,屈静男莫名其妙的就扛了一块重达万斤的大石头,一脸猛逼。 这就是所谓的压力吗?凌渊暗骂,果然臭不要脸,竟忽悠人。 你等凌渊溜走了,韩非就严肃道,凌渊,第一学院那个向左左,你知不知道。 凌渊脸色尴尬地点了点头,知道,韩非,你有没有信心超过哦他?凌渊点头,当然,我一定会超过他。 凌渊在想道,好,有志气,但是那个女人力气很大,你现在的力气很小,师兄准备锻炼锻炼你。 接着,凌渊,眨眼尖,凌渊脑袋上也扛了一块大石头,重达万斤。 万斤重不重,自然是很重的,当初,韩非在这高级大吊师的时候,其实也就能举起来两万斤。 拼了命的话,大概能举个三万斤,如果一直举,举一个时辰的话,绝对是腰酸背痛腿抽筋。 当韩非脑袋上去了两块石头后,他就很轻松了,扛着一块石头道,嗯,不错,看来趋近男女的体魄确实跟上来了。 咦,你们为什么会流汗,难道是石头太重了,凌渊翻白眼,为什么流汗,你心里没点数吗? 韩非道,今天我们只是稍微尝试一下,来,跟着我跑步走,我们把石头扛回山上去。 扑,作为师弟师妹,他们能说什么,跑败,只是这个跑起来的压力就很大,扛着一万斤的石头跑啊,脑子有坑的,才会这么做。 刚才,老师可是掉过来的,跑了没两步,韩非突然回头,脸色一变,凶狠道,你们竟然还能跑。 做事就得倾尽全力去做,知道吗?来,再加一块,以前是趋近男和凌渊太弱了,韩非怕一不小心,就把这俩小家伙给完残了。 现在好了,俩人实力也都不弱了,韩非觉得扛两块石头应该问题不大。 韩非,记得要天天扛啊,每天扛着绕学校走一圈,我保管你们将来打人就跟打石头一样,轻轻松松。 完了,韩非还叫出了夏日天,你跟着他们俩,追一个时辰内放下石头,抽他,经过一年的成长,趋近男的体魄已经完全不弱于凌渊了,甚至要强了几分。 但这会儿,俩人哪里还跑得动,只能在地上一步一步往前挪。 他们都无语了,这去山上,还有二十多里呢? 按照这么个挪法,挪到那边何止一个时辰。 但韩非不管,他一边嚼着薯片,一边往肖战的小屋那边走了过去。 牛螺坑里,到处都是泥巴,有六只闪亮的如同宝石般的大眼球,正舒服地享受着牛螺的按压。 是的,牛螺本身就不小,因为又有翻滚身子的习性,所以总会把泥躺脸得坑坑洼洼。 此刻,六门海星六只触手上有六只牛螺在撵啊撵。 韩非直接就猛了,六门大爷,你这是……按摩呢? 六门海星看见韩非的时候,一哆嗦,触手一抖,直接就将一只牛螺丢了出来。 韩非眼前直接冒出了一团水,将牛螺给清洗干净,正好当晚上的下酒菜。 六门海星大眼珠子乱转,你回来了? 韩非诡异地笑道,不然呢?你觉得我不会回来了? 六门海星,不是,我觉得我在这住得挺好。 你有事,你就去忙啊。 韩非笑道,我没事,我就是来看看你。 对了,回头我准备研习阵法,你这阵子就待在这等着,等我来找你。 韩非一直觉得,六门海星有非凡的阵法天赋。 只是这家伙可能比较懒,所以不喜欢用。 比如说杀阵,这货真的不会吗?不见得,只是六门海星不喜欢打架而已。 韩非已经决心,要把距林金从头到尾再细细研究过来,当然少不了这大海星的帮忙。 一个时辰后,韩非找到了白老头。 韩非,校长,我来报到了。 白老头歪着眼睛看了韩非一眼,把你最强的几种战技都用出来,我看看。 韩非没想到白老头这么直接,上来就要打吗? 韩非,校长,这就开始了。 白老头哼哼道,要不然,你指望我慢慢教你。 快点出手,我叫完,你就可以滚蛋了。 韩非当即认真了起来,白老头亲自教学这是第一次,以前有过对战教学,那都是肖战代劳的,白老头可从来没有出过手。 韩非当即神色一领,九十九把游龙刀全力出手。 咦,全都封灵了,有灵的灵气,速度更快,歌寻常巅峰锤吊吊者,面对白柄极品灵气,眨眼间就给秒了。 哪怕是当初韩非自己,要是被人以极品灵气组成万刀流,也是被秒的命。 只见白老头绣袍一卷,游龙刀像是被牵引住了,如同长龙,陆续被卷进了白老头的袖子。 呲,韩非看傻了,我刀呢?白老头胡须微微翘起,却见他一挥手,万刀流朝着韩非自己疯狂卷了过来。 那声是,比去的时候更快,好在灵气不会是主,此刻尽数没入韩非体内。 只是在外人看来,就好像韩非被万剑穿心了一般,连反抗的余地都没有。 白老头,万刀流没练到家,下一种。 紧跟着战魂弓法出,韩非一连爆出了六剑,第七剑他没准备爆,因为射出去之后,恐怕胳膊有点吃不消。 可白老头竟虚空距离,灵气化剑,点点点直接就将灵气剑师给点爆了,然后以同样的手段射出六剑还给韩非。 韩非身法全开,绣花针挥舞得虎虎生风,可第二剑他竟没能挡到,直接轰在了他的后背,直接将他轰出去数百米远。 白老头,疑,这战技似乎脱胎于战神弓,比战神弓还要强了一筹,增加了灵魂攻击。 你自己误的,韩非当然回答是,白老头微微点头,那还不错,功法勉强,但出剑速度太慢,不适合进战,更适合团战。 下一种,第五百五十六张刀之道。 当韩非用出王霸玄咒和拔刀术的时候,倒是让白老头惊疑了一下。 白老头,逆法暂且不论,你这是什么刀法。 韩非瞎起眼睛胡吹道,这个是我领悟的终极一刀,一刀劈出刀意,将刀意与刀镜结合,劈出精气神,劈出一往无前的气势,砰。 韩非被一巴掌给拍飞了,只听白老头道,天天跟我这吹鱼,就你还刀意。 你掌握了真正的刀意了吗?连刀意和刀镜是一个东西都不知道,你在这跟我吹鱼。 这一刀里却有刀意,但是不全,你学了个半调子而已。 如果你继续钻研还好,但你似乎根本就没有上心。 一把将韩非给抓了回来,白老头道,听说你还有一拳,一并施展了吧。 韩非被拍得有点晕,扯着脑袋道,校长,那你接好了。 扯身拳意酝酿之际,白老头眼睛微微一眯,他感受到了冲天的煞气,这一拳绝对是在乱战之中,生死之际被领悟出来的。 当韩非轰出舍身拳印之际,巨大的能量席卷百米,威势波及千米。 惹得的肖战和文人语不禁略上天际,来瞅一瞅韩非跟白老头这边到底发生了什么。 空,白老头一手抓住拳印,脚下一踩,一个防御阵出现。 原本应该把地面垂出个几十米大洞的舍身拳印,竟然被硬生生锁在了防御阵里,耀眼刺目的光滑持续了足足数时期。 韩非目瞪口呆道,校长,你这是什么阵?白老头英策策笑道,怎么,想学啊? 这跟阵法无关,跟实力有关,你太弱,没用。 韩非,韩非身上的绝招可算是全都给用了,无敌术现在还不完善,而且那东西是靠领悟的,就算展示了,难不成还能让白老头帮自己领悟。 于是,韩非也就没施展,只听白老头悠悠道,这一拳倒是不错。 不过,教你的人一定是个相当霸道的人。 别人拿着拳当保命之计,你把他用来战斗,在气势上和意志上有所欠缺。 别小看这些许的欠缺,这至少让此拳的威力少了三层。 那么多,白老头冷笑,你以为呢?而且,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,你爆发这一拳的速度,似乎有点慢,好像没法一次性快速地引爆,这又比原来的那一拳少了两成威力。 韩非金道,那不是弱了五成那么多?白老头似笑非笑道,对啊,那么,现在看来,应该就不是那人现场教你的,而是你意外得到的机缘了。 韩非心中一领,强者眼睛都这么毒的吗?连这个,都可以看得出来,事实也正如白老头所言,自己可不就是因为看见了那个犬硬,所以才学上的吗? 至于为什么说爆发速度有点慢,想来应该是自己和任天飞本质上的区别。 他体内是没有经脉的,而自己体内有经脉。 虽说能量不仅仅是通过经脉传导的,但是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经脉的阻挡。 但就这一点而言,如果自己经脉一直完好的话,那施展出来的舍身犬硬,就永远不可能达到完美的程度。 远处,文仁宇和肖战相视一眼,文仁宇,这是什么战绩?肖战,看不出来,好像没人用过,档次不低的样子。 白老头朝俩人看了一眼,随即这俩人就落进了林中,继续去教授乐人狂和夏小禅他们去了。 韩非不禁道,校长,你说我这,还有什么改进的途径吗? 白老头沉吟了片刻,战魂功法似乎颇为消耗灵气,但是在团队作战中效果不错,在即将前往的不可知之地,或许可派上用场,可以加以巩固。 万刀流你缺了一分刀意在里面,如果你能再融入哪怕一点点刀意进去,威力将会不可同日而遇。 韩非眼中目光一闪,这他倒是没想过,主要是万刀流里的刀实在太多了。 要融入刀意,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,但是白老头既然这么说了,那么倒是可以试试看。 白老头忽然问道,韩非,你是不是在功法推演上,有什么心得? 被白老头这么一问,韩非忽然心头一领,难道被白老头看出来了? 韩非黑黑笑道,啊,好像是有那么点,我在修炼的时候,总会感觉有点不适应,然后就会自己稍加修改一下。 白老头一猛,你随便修改一下,就适合你了。 韩非,那可不,校长,不是我跟你吹,人吧,其实有一种第六感,我这第六,哼,韩非被巴掌拍飞了出去,白老头根本来的听他瞎吹。 韩非,吴语道,给你一天的时间,看看能不能琢磨出不同来,明天这个时候再来找我。 韩非被白老头丢到了山洞口,有些吴语,这时连树屋都不给自己睡了啊。 左姓,韩非就往山洞里一坐,自己之前还没有发觉,似乎自己身上的每一种战绩其实都不完美。 只不过是因为战绩等级太高,或是战力太强,给了别人一种错觉,好像他已经将所有战绩都修炼到了一个极致了似的。 韩非在想将万刀流给推演一下,在目前所有的常用战绩当中,只有万刀流还是妖极上品。 他原本的考虑是,万刀流之所以是妖极上品,主要原因还是武器难得。 而且,对精神力要求极高,抛开这方面因素的话,万刀流本身绝对不止妖极上品这么简单。 一旦继续推演,恐怕万刀流的要求会更高。 韩非觉得,自己并不一定够得上他的要求。 钻了,再等等,此时,韩非也并没有去琢磨是否要将万刀流推演,他的目光落在了刀翼和刀镜上面。 何为刀翼,白老头说刀翼和刀镜是一个东西,真是一个吗? 一级一镜,镜即镜戒,好像还特么真有点像一个东西,但是,刀镜里面有讲,刀之道,吉人之道。 其实,万法皆通,不仅仅是刀,用剑的人也是一样,剑之道,吉人之道。 不同的人走过的路不同,所以他们总结出来的意境就不同。 这也就是刀经里面所说,一百个人用一百柄刀,结果刀一千差万别。 如果,能真正领悟自己的专属境界,那这就不是境界,而是道,俗称刀道。 韩非只觉得头大,一天时间,一天时间能研究出来各毛啊。 做了一个时辰,韩非没想出各所以然来。 于是,就溜出了山洞,跑到了藏书楼里。 略人狂正在翻书,他何止翻了五本冰甲书出来? 他翻了一堆出来,韩非无语,小狂狂,你这看得完吗你? 略人狂,不用看得完啊,找几本最好的,然后其他的都是参照,多读一遍,反正都是有共通之处的。 韩非心中一领,那你等会儿,我跟你一起看。 片刻之后,韩非也找了近二十本关于刀法的书,坐在恶人狂旁边看了起来。 略人狂一脸猛逼道,看这么多刀啊。 我这边也有刀,要不我借你看看。 去去去,我读书呢,只用了一个时辰,韩非就将所有书都翻完了。 他是发现了,每个人对用刀的观念都不同,有人觉得刀就是杀人计,要锋芒毕露,要杀意满满。 有人说刀到罢兵,出刀无悔,刀知道,胜负只在生死间。 也有人说,刀只是气,看用刀的处于何种状态。 不同状态即是不同的刀,即可罢刀,也可锋芒,还可以温柔。 我呸,还温柔,我拿刀是用来打架的,温柔还打什么架。 直到,韩非翻到一本战记,还是一个用刀的女孩子写的。 他说,情绪之刀,罪是杀人,霸道则无双,黯然则悲凉,喜极则无惧,因情绪而无常。 咦,这个有点意思,第557章史上最惨陪恋,去浸南和凌渊两个人,好容易被这四块大石头走过了二十里路,此刻俩人躲在山头上嘀嘀咕咕。 凌渊一脸肯定道,我总觉得,韩非师兄他们接下来的日子会很惨。 去浸南疑惑,为什么,我看韩非师兄刚才扛四块石头很轻松,刚刚好像还去找校长打了一架。 不过,他应该被打得挺惨,凌渊嘲笑道,你笨啊,他们都要去不可知之地了,那是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吗? 说谁去过的人,就没有几个能回来的。 打餐点有好处,去浸南依旧不信,但是师兄师姐们都很厉害啊。 虽然老师没跟我们说,但是恐怕他们在三级渔场闹出了不小的动静。 凌渊,你把耳朵凑过来,去浸南听话的把耳朵一凑,啊,去浸南错愕的看着凌渊,真的假的。 凌渊,我骗你不成,所以,师兄他们的敌人一定不少,他们就这样去不可知之地,老师和校长肯定会很担心啊。 那这段时间,肯定就会往死里训练他们,就像当初他们往死里训练我们一样。 你们俩嘀咕什么呢? 俩人正嘀咕着,就看你见上方数十米处的一块大石头上,韩非正嚼着小鱼竿,看着他们。 俩人巨视大惊失色,怎么韩非都到身后了都没发现。 去浸南连忙道,师兄,石头我们已经搬回去了。 凌渊小心翼翼道,师兄,你刚才没听见什么吧? 韩非诡异地笑道,我什么都听见了。 啊,凌渊和屈浸南面面向去,没有说话。 韩非也不去解释什么,表情突然变得严肃起来。 屈浸南,你作为一名操控师,一点防范意识都没有。 我都到你旁边了,你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。 是,师兄教训的是,韩非洋装一副如此可教的样子, 对着凌渊道,还有你,凌渊,外面那些不着编辑的传闻,你少听点。 是,师兄,韩非从石头上跳下来,随手就折了一根小树之道, 嗯?师兄我看你们总是偷懒,这样下去可不行。 这样,我把实力压制到高级大调师,来跟你们切磋切磋。 凌渊伸着脑袋,用契约灵兽吗? 他想说用契约灵兽就不打了,夏日天现在凶得厉害,根本就没法打。 韩非摇头,我不用,我就用这根小树枝跟你们打。 屈静南和凌渊不禁心动,别看他们在学校里安安稳稳的, 实际上到了碧海竞技场,那就是出了名的凶人。 就和当初韩非他们去碧海竞技场一样,打得很多人就差叫爸爸。 想要成为强者,自然就要有不切战的心。 所以,不论是凌渊,还是屈静南,一听韩非不用契约灵兽,全都欣然同意了。 毕竟,大家都是高级大调师境界,谁强谁弱那可说不好。 不过,凌渊还是留了个心眼道,师兄,虽然你境界压制在高级大调师级别, 但是你体魄可是垂调者境界,怎么样算我们赢。 韩非笑道,赢,什么赢不赢的,牵打一个时辰再说,凌渊,屈静南,就看见韩非突然抬头45度仰望天空,一脸的忧郁。 凌渊和屈静南还在莫名其妙呢,就看见韩非手上的那根树枝突然被灵气灌满,仿佛变成了一柄锋利的长刀一般。 凌渊大喝,小南,动手,屈静南反应速度不可畏不快,海神草骤然爆发,将附近数十米的山岩全部覆盖,无数的海草意图缠绕韩非的身体。 刷,韩非随手一挥,地上的海神草被斩出三米多长的大口子,一根树枝,被它斩出了冷冽的刀芒。 复制,一团海神草极快的化成人形,竟似乎变成了韩非的模样。 咦,真是古怪的战绩,不过,韩非正嫌没有对手,手中树枝如羚羊挂脚般,看着那草人。 后者竟然跟自己比划出完全一模一样的招数,可惜,韩非融入刀里的东西,而这东西是模拟不出来的。 于是乎,只用了三刀,那草人就被韩非被劈成了三块。 此刻,凌渊的兵甲盒中,七剑玄天,从四面八方朝韩非杀去。 韩非一手背在身后,一手拿着树枝,一边挥扫,一边我很忧郁的样子。 只是这般,七剑无意能握在韩非身上。 只不过韩非却皱着眉头,不对啊,请去传递个毛啊,我怎么传递不上去。 只见韩非忽然咧嘴大叫,呆,师弟师妹,全力出手,否则师兄可不会手下留情。 叮叮叮,凌渊又出两剑,剑柄相接,旋转如轮,直冲韩非。 这是最典型的战绩刘兵甲师,韩非手中长刀一点,灵光如芒,一种一往无前的刀翼充斥着树枝。 砰,装剑横飞,凌渊非常错愕,明明就是简单的一次,为什么这么厉害? 七剑合一,蹭蹭蹭,惊人剑是刺向韩非,速度之快,剑芒骤声。 其中,竟别有一股韵味,似乎按何剑意的领悟。 韩非怪叫一声,来得好,看我拔刀,下一刻,七剑炸飞,凌渊被震飞出去数十米,眼中满是不可思议。 一个时辰后,凌渊躺在地上,不打了,师兄不打了。 去浸南坐在地上,师兄,为什么你的树枝那么厉害? 感觉比法宝还强,韩非仿佛没听见他们俩说什么,而是打量着手里的树枝,难难道,不对不对,情绪这个办法不行。 我很自然地就融入了气势,霸道的,一往无前的,刚猛的,带着绝对自信的。 这是他们俩还没能领悟的,他们如何是对手。 只见韩非忽然抬头,手指连点,两根灵气丝柱灌入俩人体内。 韩非,来,师兄现在以终极大调师的实力跟你们打。 晚饭时,热人狂正在准备着晚餐,若小白和夏小禅在旁边打下手。 就看见去浸南和凌渊峰也是的往厨房这边跑,去浸南嘴里还喊道,师兄,吃饭了,吃过饭行不行。 凌渊,师兄,咱们歇会儿,你别反复来,反复去就用那几招啊。 韩非追着俩人,别走啊,师兄我用初级大调师实力跟你们。 真的很初级,夏小禅疑惑,他们怎么了?啥时候关系这么好了?张玄玉,不懂啊,好像韩非让曲进南和凌渊被石头来着。 热人狂,韩非不是下午跟我在藏书楼看书呢吗? 第二天,韩非去找白老头的时候,被白老头一袖跑给抽飞了。 白老头,不行,搏杂,让你领悟刀意,不是让你什么都往里面加的。 你要明白自己最适合什么,你和别人打架的时候,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。 于是,曲进南和凌渊更倒霉了,两个人被韩非拿着树枝抽了一天。 第三天,韩非去找白老头的时候,咧嘴大笑,我跟人打架的时候,就一个字,爽,然后,韩非又飞了。 白老头说,爽你个铁头鱼啊,你认真点对待,路,你想用你手里的刀,劈开怎样的一条路。 于是,韩非将曲进南和凌渊逮到了乱石堆中。 不识地,就看见诡异的刀光一路横扫,劈出一条路来,沿途所有阻挡,全给他帮飞了。 曲进南哭丧着脸,师兄,我是操控师啊。 不是战魂师,你找遇师兄跟你打好不好。 韩非,少废话,我发现你战斗手段不多,这样不行。 师兄叫教你,凌渊,师兄,我查过了,你都练出了刀意。 虽然你把实力降低了,但你跟我们打的全是境界,不带这样的。 韩非,你闭嘴,三级渔场要念横行,你连这点刀意都挡不住,你去什么三级渔场。 来,师兄我也不欺负你,只要你能接过这一刀。 哦不,只要你能见我一束只,凌渊,第558章大行那什么现场,上。 凌渊和曲进南是直到半个月后才解脱的。 这半个月,他们连竞技场都没打,被韩非按在学校里从早上打到晚上。 哭也没用,求救也没用,根本就没人理他们。 这不,今儿韩非五人被白老头给带出学校了,去进南和陵渊终于解放了。 俩人吃早饭的时候,差点而洗急而泣,打架,那时势均力敌的才叫打架。 实力严重不对称,那叫虐待,他们感觉自己已经被虐待了半个月了,那种精神折磨,即便是平时听话的不得了的曲进南,都快崩溃了。 曲进南甚至豪言表示,将来一定要把韩非按在地上摩擦。 姐不说曲进南这豪言能不能实现,不过这半月来,这小子的血性反倒是被韩非硬生生地给磨了出来。 那是没办法的事,冲上去打也是被打,当缩头乌龟也是被打。 反正都是被打,曲进南终究是豁出去了。 只是,豁出去的结果还是被打,这让他十分的忧伤。 吃过早饭,曲进南对林渊道,我想去打竞技场。 林渊认真地点头,我也想去,我觉得我憋了一股气,我已经憋了半个月了。 曲进南非常赞同的点头,我也是。 这是在碧海镇最中央的演舞场。 建筑高大,场地空旷,一排排粗大的石柱高达好几十米,只不过地面上就不那么好了,到处坑坑洼洼,像是酒精征战一样。 作为一个镇的演舞场,其作用可不是让普通人过来切磋队练的,而是专门针对大型活动而存在的。 主要包括一些社会人才的选拔,悬空岛管理者的考核,多效联合切磋等。 这一次,四大学院都起了,其他三大学院的院长都带来了近好几十人的团队。 这些人主要就是当初在火焰山历练的那群人,大家都算熟人,至少也混了个脸熟。 韩非、姨,他们是不是添了些人? 张璇玉,有些人年纪好像有点大。 文人宇,一年期间,原本参加火焰山试炼的人数只剩下两百来人了,自然就会从学校的优等生里面再啄拔一些人进来。 但需求的最低也是垂吊者境界,所以一些高年级学生自然也就进来了。 夏小禅,我们学校没有年级,文人宇无语,你们加起来一共七个人,要分什么年级? 这会儿,很多人都在冲着韩非他们几个人看。 特别是韩非,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,实在是韩非在三级鱼场闹的动静太大了,他们想不知道都不行。 今天能来这里的大多都是垂吊者,只有极少数的大吊师混在其中。 这些大吊师也不是为了去不可知之地的,他们只是单纯的被老师们叫上,过来见见十面而已。 其中,何小鱼,夏无双一行人就在其中。 此刻正站在边缘处,他们是没有出场的机会的。 韩非感受到人群中有一道灼热的目光,那目光像是要干掉自己一般。 没有人知道李韩一在三级鱼场过得有多么的悲催,像左左他们大部分时候还只是在龙船上或是组队去找秘境。 李韩一不同,自是天赋颇高,危险之地也去了不少。 但显然,运气这个东西,真的是因人而异。 数次,李韩一觉得自己快要被玩死了,突然就冒出了生机。 比如,那天韩非从入海台阶出来并暴露之后,所有人都追杀他而去。 然后,就把他忘在了入海台阶上,这也让他闲闲逃过一劫。 但他恨透了韩非,要不是这混蛋,自己现在指不定可以获得更大的机缘。 夏小禅用手指戳了出韩非,低声道,我觉得当时应该砍死他。 韩非咧嘴,没事,他已经被我们无情地碾压了。 三大学院的院长,加上白老头和镇长在内五个人,此刻正站在中央的地方进行交流。 吴君威,不是让你暴徒学院都晋级了吗?你们跑过来是怎么回事? 白老头傲然道,我们学校不屑于蒙混过关。 瞿天际,白从业,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? 你是让韩非他们几个来参加岛内的切磋? 白老头目光炯炯道,我这不限制他们实力了吗? 不准用天赋灵魂兽,不准用契约灵兽,不准用灵器,不准用秘法。 你还想怎么样?楚梦雪,你当真。 吴君威哼了一声,白从业,你我都知道他们几个不用参加。 你暴徒学院要重新扬名,那就到三十六镇交流赛的时候再出手。 现在出手,你几个意思?白老头冷冷笑道,我暴徒学院,连碧海镇都还没重新立住脚,我失出无名。 四个院长僵持不下,终于还是镇长老好人发话了,这样,咱们折中一下,各退一步。 三大学院按照原计划交流,暴徒学院就别参与了,直接定位前五名。 白老头当即就不乐意了,那不行,不打架,凭什么定名次? 镇长笑道,白老听我说完,虽然暴徒学院不参与,但三大学院中的人去挑战,只要赢了他们任何一个,就可以稳定前五。 楚梦雪,灵魂兽和契约灵兽不准用,灵气和秘法也不准用才行。 白老头轻蔑道,没问题,但是你们每个学校至少有两个人去挑战,要不然我们暴徒学院在那边当摆设吗? 吴君威和徐天际相识一眼,算是默认了。 实际上,他们也想看看,韩非他们到底成长到了什么程度了? 三级渔场的传闻太夸张,击杀镇守龙船的悬吊者,就凭这五个孩子。 片刻后,白老头回来,常叹道,我已经尽量争取了,但这群人胆小如数,愣是不让我们参赛,恶人狂恶喝道,不用打架,就能进前五名,多好啊。 白老头哼道,放屁,实实在在打赢的才叫好。 韩非,火焰山秘境不是已经排好名次了吗? 白老头道,那不一样,这里比赛开始之后,会有观众前来观看,还有观众,众人面面相觑,所以白老头,你就是想炫耀一下咱们的武力值是不是? 白老头不甘心道,算了,待会他们比赛,咱们就坐在最近的地方,等他们来挑战。 众人,韩非,校长,我觉得有这功夫,我可以回去领悟领悟刀意。 张璇玉也点头,校长,人家打架,我们坐旁边看不太好吧。 洛小白,那个,校长,我可以回去修炼吗? 白老头回头扫了几人一眼,赶走一个试试。 你们将会代表碧海镇出战,我看谁赶走。 众人,大约过了半个时辰,陆续的,就有很多碧海镇镇民涌入了盐舞场。 大家都是被36镇交流赛的镇内预选赛给吸引过来的,知道整个盐舞场塞满了人,比赛才正式开始。 对战的规则抽签决定,但和韩非他们没什么关系。 白老头,文人与两个人坐在评委席上。 韩非五个人被白老头强制性的要求,搬了块石头坐在盐舞场评委席的正下方。 只要脚一身,人就可以站在赛场之上,很多人无语,那几个,暴徒学院的吧。 他们怎么在场上坐着呢? 有人疑惑,好久都没听过关于暴徒传说的消息了,说是跑三级渔场去了,他们这是要干嘛。 有人喊道,喂,韩非那几个,你们跑人家盐舞场上做什么啊? 有人笑道,他们该不是把这个当成团队赛了吧。 然而,就听见镇长忽然咳嗽了一声,那个,忠未安静。 在比赛之前呢,经过四大学院和我的综合评定,暴徒学院韩非、夏小禅、洛小白、恶人狂、张选玉五人,被直接定位本次比赛前五名,将代表碧海镇出战。 同时,不等镇长话说完,场下一片哗然。 凭啥啊,不是,比赛都没开始呢,咋就前五名了? 截时明都被占了一半了,比赛还有啥意思啊? 打都没打,这个前五我们不承认。 对,不承认,场下呼声四起,坚决要求韩非他们参战。 只听镇长贺道,东宿静,大家听我说,凡三大学院所属学生,可以随时向前五名任意一名同学发起挑战,获胜者将直接列入前五,挑战次数不限。 还有,经我们综合评估,韩非五人将不得使用天赋灵魂售后,契约灵兽、秘法、灵器等。 面对挑战,此五人必须迎战,不可推脱,第559章大型那什么现场下。 在场的观众都惊呆了,这是什么骚操作? 三大学院的人可以随时向韩非五个人发起挑战,而且还限制了韩非他们使用灵魂兽和契约灵兽。 有人诧异道,不是,暴徒传说这几个人到底强到了什么程度,才会出现如此令人发指的比赛规则。 有人疑惑,难道韩非他们现在的实力,已经强到了横扫碧海这年轻一代无敌手的程度了? 有人肯定,这里面定有玄机,指不定人家是真的强。 也有少数在三级渔场历练回来的人,嘴角苦笑,要是你们知道韩非这几个人在三级渔场的战绩,那能吓死你们。 有人暗叹,三级渔场追杀榜排名前五的存在,岂是三大学院可以比你的? 不过,也有人怀疑,如果连灵魂兽和契约灵兽都不给用,那这中间的悬殊可不止一新半点。 例如,同为终极锤吊者,一个融合灵魂兽,实力逼近了高级乃至巅峰。 而另一个啥都不能用,这等级差距立刻就拉出来了。 演舞场内嘈杂一片,可随着比赛的开始,声音也渐渐淡去。 至少,在时还没有人选择去挑战暴徒学院里面的人。 两个时辰后,韩非几个人无聊到几乎要睡着了,韩非和乐人狂挨在一起,两个人嘴里不时地嚼着小鱼竿,薯片之类的零食。 歌崩,歌崩,落小白黑着脸,你们两个,注意形象。 韩非光棍道,还形象什么啊?咱们已经被人当铁头鱼看了,哪还有什么形象? 下小缠一只手挑着匕首,在转圈圈,速度之快,只能看见刀柄,无法见到刀身。 张璇玉更是双腿盘在石头上,手里抱着好几本书,在研究。 最近,他在肖战那边似乎领悟了不少新的东西,所以怒海九叠浪已经皈依,但是还需要寻找到皈依后面的路。 演舞场上,战斗持续得并不快,特别是遇到兵甲师的时候,那打起架来,可就慢慢腾腾的。 这会儿,李寒义已经一路扫荡了很多人。 在三级渔场,或许他还不够格,但是在碧海镇,他依旧是那颗闪耀的明星。 特别是这家伙如今还学习了很多攻击性战技,不单单只是防御了,所以打起架来就会显得更凶。 这时,李寒义干掉了第九个对手了。 忽然,李寒义喊道,寒飞,我要挑战你。 嗡,整个演舞场的人都是精神一阵,有人高喊道,好,好样的,那五个小混蛋已经坐在那边,吃了两个时辰的小鱼干,吃得我都饿了,或。 终于有人要挑战他们了,期待,不要怂,他们又不给用灵魂兽和契约灵兽,不怕,干他。 李寒义之所以要挑战韩飞,不是没有原因的。 他当然知道韩飞很强,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强。 韩飞伪装成范大桶的时候,那或是终极锤吊者,不用契约灵兽,不用灵魂兽,但他用了秘法。 这一次,秘法和灵器都不给用,韩飞那也就是高级锤吊者的实力,他觉得可以一世。 韩飞蹭一下,就从石头上站了起来,他都已经快睡着了,见到李寒义竟然挑了自己,当即洗行余色,终于可以出手了。 李寒义并不知道韩飞最近比较热衷于战斗,如果他对暴徒学院非常了解,得知区近南河灵渊这半个月已经被韩飞用小树枝抽得要疯掉的话,也不知道他还会不会挑战韩飞。 只见韩飞往前一跃,就跳进了演舞场,却见他随手掏出一根小树枝,呆,告诉你,我已经忍你很久了。 你这人心眼太小,心胸狭隘,如何能成大事? 李寒义,观众,李寒义怒道,韩飞,你别学口喷人,你,你这个无耻之徒,今天我倒要跟你讨教讨教。 说完,就看见一套上品战衣浮现在李寒义身上。 紧跟着,冰甲和王帝上一按,一柄上品灵器浮现在李寒义面前。 两件上品灵器已经是李寒义在三级渔场所有收获了。 本来,他有更多的,结果就因为被韩飞冒充了一下,他不知道被别人打劫了多少次。 最后,穷的只能通过钓鱼赚钱回避海镇。 演舞场中,李寒义的准备工作远不止于此,一只大罗虚影浮现,他的灵魂受负山罗直接融合。 而且,还找了一只韩飞没见过的贝壳作为了契约灵兽。 这贝壳有精锐之气,好像是一种攻击性的贝壳。 韩飞甩了甩手里的树枝,灌注灵器,灯时间树枝上竟有刀芒一出。 评委席上,楚梦雪看了白老头一眼,刀翼,吴军薇皱着眉头道,李寒义最强的防御,即便他寻找了攻击类的契约灵兽,但也是攻防一体类型的。 韩飞在同境界之下,想要以一根树枝击败他。 除非他领悟了真正的刀翼,徐天际咳嗽了一声,白老头,你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? 白老头吃笑道,你们懂什么是刀翼,这种一惊类的东西,放在每个人的身上都不一样。 谁跟你们讲韩飞领悟了刀翼,楚梦雪,不可能吧? 如果他没领悟,怎么赢? 演舞场外,很多人不禁揉着脑袋,有人错愕,这会不会有点不公平? 李寒一那都武装到牙齿了,韩飞手里拿着的是啥? 树枝,有人皱眉,拿树枝怎么赢? 韩飞再强,也不能够拿树枝攻破腹山罗吧? 人们还在议论纷纷,场上李寒一已经开始出手了。 一道灵光小剑破空朝韩飞射去,而且那强度不弱,完全是高级锤吊者级别的力量。 李寒一,韩飞,什么都不用,你凭什么能赢? 韩飞手提树枝,当灵光小剑落下的那一刻,随手那么一甩。 闪耀的刀芒,刀芒所掠之处,灵光小剑顷刻揭化作粉碎。 李寒一连芒甩出树石道灵光剑,结果愣是揭不住韩飞这随手一甩。 后,覆山甲盾,地面突出,一块石碑大盾从地里冒了出来,同时煎一片片晶莹的盾甲将李寒一包裹了起来。 他手中的剑,剑引出地面碎裂的石块环绕,越来越大,最终变成了一道真真切切的石米大剑。 轰,卡擦,石墙轰然破碎,韩飞的那一刀之微镜还有一丝雨粒,只是落在了晶莹的甲盾上已无在尽之力。 此刻,剑剑已经直直朝韩飞刺去,观众都看呆了,不少人很怀疑,韩飞手里纳特么到底是不是一根树枝? 哪有一根树枝,可以展出如此霸道的刀芒的? 此刻,当剑剑形成,那威力,竟然隐隐可以媲美乐人狂的是血狂刀,力量竟已经超越了普通的巅峰锤吊者的权力一击。 韩飞不怀疑这一剑的力量,看来李寒一确实在魔杖了,这一剑代价不小。 一击不成,李寒一很可能会被反噬,但李寒一受不受伤,跟自己有什么关系? 韩飞反手抽出了几数只,随意的就跟玩杂耍似的,甚至都感觉不到韩飞用出了什么力量出来。 可是,就是这样普通的攻击,竟然霸道地顶着那巨剑轰击。 卡卡卡,石头巨剑在寸寸断裂,他甚至不能再近半分,这让李寒一心中满是惊骇。 李寒一错恶道,不可能,您也是高级垂吊者,怎么可能,包括评委席上,除了白老头之外,就连阵长都有些傻眼。 忽然,就听阵长道,啪,难道,白老头咧嘴笑道,呵呵,这小子口口声声要领悟刀意,结果他连刀意是什么玩意没弄懂。 自己瞎捣鼓,一不小心融入了一点无敌战意。 真是蠢笨不堪,如此不可叫野,众人。 当时,三大院长脸就黑了,他们只恨不得把拳头抡在白老头的脸上,什么玩意叫领悟刀意不成,不小心融入了一点无敌战意。 无敌术是什么,他们都只是有过一点耳闻,谁都没见过。 你跟我说,这小子领悟了无敌术,阵长当时脸色就不好了,老子都已经前吊者了,都没看过无敌术,结果一个学生领悟了出来,你是在嘲讽我们吗? 卡,但随着场上钝甲破碎的声音,李寒意已经仰头倒在了地上。 寒飞却皱着眉头,又甩了甩手里的小树枝,不对,不对。 为什么练到最后,这刀意越来越少了呢? 不行,回去的再找去静南和陵渊试试,第560章最新研究成果。 演武场的内外鸦雀无声,很多人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,满脸的不可思议。 有人询问道,兄弟,我们是不是被骗了? 为什么我看寒飞扫出来的刀芒,还是高级垂吊者境界的? 被问的那人猛逼道,兄弟,你没看错,我跟你的判断是一样的,刀芒本身好像并没有变强。 有人不信道,这是一个悖论,战力没有提升,凭啥还能攻破李寒一的傅山罗。 场外有太多的人震惊了,包括李寒一自己,也是满脸的不可思议。 当李寒一被拖到休息区的时候,像左左等人已经围了过来,寒飞是不是作弊了? 林生物一边给李寒一施展治疗术,一边皱眉道,他应该没作弊。 那刀芒好像不仅仅是刀芒,好像有种古怪的东西在里面。 像左左,的确有点那个意思,我总感觉看他出手后,我也有点蠢蠢欲动的感觉。 钟月,不只是你,我也有这种感觉。 像左左,那我要不要也去挑战一下事实? 我觉得对我会有启发,众人都微微一致,要么,就刚刚寒飞随手挤刀,咱们好像挡不住啊。 一直在外场观看的何小鱼等人也纷纷傻眼。 下无双道吸了一口冷气,上回,咱们在深海丛林的时候,寒飞好像用的是拳吧。 我感觉那一拳都快让我窒息了,已经恐怖到了极致。 金儿个,树枝都耍成这样了,王白鱼,我总感觉有什么不对,太稳了。 你们有没有发现,韩飞扫出一刀的时候,灵气竟然没有半点的一散,这合理吗? 向南挠了挠头,不合理吧,我们老师都打不出这样的刀芒。 可小鱼鄙试道,你们老师现在比韩飞弱多了。 这个事实话,三大学院的老师,可不一定都是实力高强之辈,教人不一定要自身强。 至今,还有大批大调师级别的老师在教授学校里的新生。 哪怕是高年级的老师,也只有少数达到了高级锤吊者境界,巅峰锤吊者的都不多。 试想一下,真要到了巅峰锤吊者这个级别,谁还去当老师啊? 都去追求修炼之路了,不管怎么说,总比当老师强吧。 接下来,战斗就出现了很奇怪的一个现象。 排名赛其实很容易,大家本来就是为了出来做一场秀,让碧海镇的百姓们看一看,看看我们学校的学生如何的优秀。 白老头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,才会勒令要韩飞他们过来打比赛。 现在好了,韩飞一出,所有的牛P都化作了乌有。 所有的牛P,都集中在了韩飞艺人身上。 于是乎,向左左第二个向韩飞发起了挑战。 可惜只用了三刀,她就败北了。 回到休息区后的向左左,说的第一句话是,有事,有一种玄妙的气势在她的刀芒里,但完全不知道她怎么如何进去的。 孔云飞向韩飞挑战了,依旧只挡住三刀,再次败北。 孔云飞被人围住,只说了一句话,霸道,她的刀太过霸道。 众人听后,一脸猛逼,那四平八稳的刀芒,怎么就和霸道挂上钩了。 随后,除了韩飞他们之外,排名前十的人几乎都向韩飞挑战了。 有人是真体会到了,比如秦武银,她到,韩飞的刀芒里,有一种除了跟筋刀器之外的锐利,很是通选。 有人没有体会到,但打过了回来,必须要说点什么吧。 于是,那人就吹鱼道,我懂了,她的刀里有浓烈的杀意。 于是,这个人被人群殴了一顿,别说他们看不懂,就算是张玄玉他们也都没看懂,包括评委席的几位校长,可能他们领悟得更深一些。 但是,这种东西太过玄妙,甚至使用者也只是在用的时候才会有那个感觉。 你让他说,他根本都没办法去描述。 这步,在万众瞩目中,白老头得意洋洋地领着韩飞几个人回学校去了。 临走时,大家打量起韩飞,都满是惊奇与探索的目光。 天生的,白老头故作高深,也不点名,就让别人在旁边瞎激动。 于是,一路上,白校长,请问明年暴徒学院,能不能降低一点招生标准? 白校长,我有钱,我儿张腾有钱调者的资质,能去暴徒学院不? 白校长,贵校收旁听声补,我愿意出中品珍珠十万枚。 白校长,白老大理都没大理这些人,只高气昂地就走出了演舞场。 出门后,张玄玉无语道,校长,所以你就是单纯过来炫耀的吧? 热人狂连连点头,一定是,关键是那些人为啥不选我们。 白老头意味深长道,主要是他们被韩非的刀芒给吸引了。 韩非,你自己能理解自己批出了什么样的刀芒吗? 韩非被问得一愣,他有点懂,又好像没懂。 于是,韩非硬着头皮吹道,主要是我发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, 我们只是单纯地将灵气这些东西爆发出去。 可灵气毕竟是灵气,虽然因战法缘故千变万化,但他最终还是灵气。 于是,我加入了我不朽的精神,霸道的气势,刀上的人品,无敌的信念,还有不屈的意志,哼。 众人就看见韩非在天空画出一道完美的弧度。 飞走了,白老头黑着脸,怎么就交出了这么个东西? 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,看来只能是机缘巧合了。 不过白老头却沉着脸,对跑回来的韩非道,虽然你现在好像把刀练到了一种很奇妙的状态。 但是这里面有大问题,你这刀不会随着实力的成长而成长,除非你的无敌战役再次增强, 否则这种刀依旧固定了,有很大的局限,随着境界的提升,很容易被人超过。 韩非无所谓道,现在厉害就醒了,白老头哼了一声,要一直厉害才算是领悟了这刀法。 话说,当两天前,白老头第一次见到韩非挥出这种刀芒的时候,他忽然就被惊住了。 因为他发现了一种根本无需境界的刀法,韩非虽然满嘴胡说八道,但是有一句话他说对了。 他不知道为什么,就在这他的刀里面融入了一种无敌的信念。 按理说,信念这种东西,只是单纯的精神意志,但偏偏这种力量竟然束缚了刀意。 不只束缚了刀意,甚至还阻止了灵气一散,在刀芒之上形成了一种玄之又玄的东西。 别说别人没看明白,就是白老头自己都没看明白。 他只能看到这么多了,所以他更愿意相信这只是韩非一不小心搞出来的东西。 所以,当韩非搞出来这种刀芒之后,白老头就提示韩非能不能把万刀流也用出这个感觉来。 但至今,韩非还没成功,用韩非的话说,还需要去静南和陵渊的帮忙。 十天后,距离韩非他们去别的镇上参加交流赛还有三天时间,三天后他们就得去一个叫做风雷镇的地方。 此时,后山之中,张玄玉激动地吼道,加油,凌渊,快闪,用剑语,干他,干他,月人狂在旁边,一边往嘴里塞着小鱼竿,一边喊道,师弟,快变草,快变草,缠住了,不要松。 下小缠,凌渊,凌气引体,把盾当武器,用盾打。 却倒是,在后山的树林战场中,凌渊和趋近南正和韩非是军力敌的战斗。 这一次,在众人大力要求之下,逼得韩非实力不得不压制到了初级大吊师境界。 这玩意,压制到初级大吊师就过分了。 面对着两名高级大吊师的联合压制,即便韩非的刀很强,但是他反应没人加快啊。 脚下,已经变成了海草海洋,韩非也没打躲了,身上全都被缠的海草,手中的小树枝都被海草给拽住了。 凌渊更是直接,刀剑齐出,手持巨大拍击,反正他又拍不死韩非。 张璇玉激动道,哈哈哈哈,非,你终于要输了。 韩非怒道,你走开,我还有绝招呢。 下小缠满脸不信,你已经没招呢,你当小男和凌渊人家是普通高级大吊师呢。 韩非此刻狠恼,他已经被这么缠着打了快半个时辰了。 以前,都是他虐待区近南河凌渊,这回反过来要被师弟和师妹虐了。 因为自己速度太慢,导致处处被压制,即便挥出了刀芒,却发现斩不到人了,只能勉强护着周身安全。 不行,速度太慢,怎么办?如何在境界一定的情况下,加快速度? 呼得,韩非心头一动,对了,破虚绝。 却见韩非手上刀芒一闪,绷断海神草,手里树枝刷刷刷挥舞起来。 凌渊叫道,师兄,你认输吧,你这招已经没用了。 然而,就在凌渊娇喝的一瞬间,他就看见眼前寒芒一闪, 韩非的刀芒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到了眼前。 去近南傻眼道,怎么可能? 夏小禅忽然惊呼道,吴影刃,韩非,你竟然偷学我的吴影刃。